所以說你說那個除了用狗 狗這樣子去追水路都要堵 還可以用什麼方式去打這個 我們有兩種的打類的方法 現在的年輕人打類是因為動物也很少 整個晚上就帶頭都去找 以前的人不是 以前的人怎麼樣因為動物很多 我只要選中那個飛鼠吃的東西 山腔吃的果實 我就晚上在那個地方等他 那個飛鼠是往下飛 你在樹下等他不會看到你嗎 飛鼠不會 山腔就會 所以我們只有等飛鼠 飛鼠一上去吃了以後看到就打 掉下來後面的又跟上來了 後面的飛鼠又跟上 他們是一起的嗎 沒有一起 都是一隻一隻 來就打一個 到最後的話他有的是直接飛到山谷下 到沙路12點 晚上12點 他們又用爬的回來 爬的 他們不會走啊 不會走 沒有家 沒有牙流 他不會往上飛 不能往上飛啊 他跟那個滑翔意義那種 爬地上爬 有把地下藤啊 藤類那個他就一直走 走著藤這樣 然後他回到那個位置 好辛苦喔 他如果滑到很下面他要爬很久才知道 以前飛鼠很多啊 像阿公那邊一個晚上二十幾隻三十幾隻 是喔 那個時候飛鼠頭毛有人在買 做標本 做標本 只有那個肉可以吃 還有一種就是鎖著那個山腔的路線 比方說這個山腔他們會看啊 這個是常常走的 誰走的路 山腔常常走 他們不會亂走 他要去吃那個東西 他會走 就是走那一條路 原本的路 除非到那個 比較廣的地方 他們就亂跑 回來也是要走那一條路 所以他們阿公怎麼樣呢 他們會選擇有數目很高 斜斜的 是有倒下去的那個 我們就會在上面 他在那邊等 在上面 我也爬過那邊 晚上整個晚上不能動耶 只要 他們不會發現嗎 他們不會發現 他們不會抬頭 他們不會抬頭 他味道 往下 對 對 往不在上面 這樣要等多久 不一定 不一定 你最久要等多久 有時候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就是一直這樣 就是不要動啊 一直看那個 對 蚊子咬也不要動 因為它很敏感啊 累是很累 很累耶 它是很多啊 很多 來一隻又來一隻 那你還有哪一種 只有兩種 兩種 一個是鎖在它的果樹下面 一個是 一個是在一隻 還有一種就是 用獵狗去追 去追內 去追 追的時候 也是一整批獵狗 一整批差不多六七隻啊 六七隻 開始從那邊追 然後要分兩組的人 一組的人 在西底下 守著 因為那個類物 如果追著追的話 它會咳咳咳 咳咳咳 它會下來喝水 它一定有 從那邊下來喝水 那個路線 他們就知道 我們都是走固定的路 對 走路線 它不會亂跑 走路線 然後下面的人 上面的人就喊 下去了 就等它喝水 你這樣是怎麼會睡著 我們跟它因為很久啊 太久啊 傍晚去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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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兩三個小時 我跟那個湯哥睡著 所以你們那時候也沒有手機 所以也不曉得到 那時候會下來 沒有沒有沒有 它用喊的 只要那個狗 開始一直叫 就是一直追著 代表就是有人 所以但這樣子 一群狗去追的話 那怎麼知道哪一隻狗 是怎麼在當領頭的 有大部分都是母的 母都是母的 你們也是要特別訓練他嗎 沒有訓練 但是母的很強 你看那個老虎 那個是什麼 黑寶 都是母生去 女生去練 都是女生去練 男生在睡覺 公的在後面 睡覺 他抓到他才去 對啊 所以母的很厲害 以前都是 母的當頭 母的當頭 當頭 你剛剛不是有講說 你們如果去狩獵的時候 去受到獵物的時候 回來 我們要分 我們這個 因為我們不能都是 一個分享的名字 以前不能 我們以前的那個 那個 放類物的那個 就是跟你買給我們的那個 那個洞 有洞的那個 就是可以看到裡面 有類物的 劣帶 劣帶 對啊 那個 也是有洞 有洞啊 就是 不能放港報嗎 不能 我們有一次拿香蕉 我們就放那個 香蕉葉圍起來 我們被罵 被外婆罵 故意 不能打 為什麼會很吝嗇 哦 不能很吝嗇 有什麼給人家什麼 所以我們 有時候打獵回來 他們 我們阿公 他們就把那個 因為我們打獵完了回來 就馬上把皮 以前有人說那個皮 那個皮 然後 把肉 抬抬抬抬 放在 乳 乳上面 讓它 熏 熏 才不會壞掉 連腸也一樣 那個腸 不用大便不用擠出來 直接挖出來 就放在上面那個 架子 煙圈 對 下一次來就吃那個 你還沒有想到說 那個要怎麼分啊 所以說遇到什麼人 遇到什麼人都分 有規則說給多少 沒有 大部分說一個腿 一個那個 因為你在 遇到四個人 四個人都沒有 沒有那麼多人 以前的打獵的人很少 哦 不是每一家都在打 不是每一家都在打 所以我說你要怎麼分 你遇到的人 只是說你從 回來的路上 回來的路上 看到了獵人 然後再來是說 看到的人 看到那個獵人 只有獵人上去啊 沒有別的人 看到警察呢 警察也沒有警察 不是 看到外郎呢 我說我從 你打到獵物了 你要回來 回城是 回城看到的人都要分嗎 一直到家裡 沒有到家裡沒有 只是在山上 在獵區那個地方 為什麼只有在獵區 因為他們上去 沒有帶什麼食物 也沒有帶肉 就是要拿給他們 分給他們吃 沒有 到村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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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把那個好的 不是不好的 好的 在上面 好的是哪一邊 就是腿 前腿 前腿嗎 我們不給頭 不給頭 那個頭不好 不行沒有肉 沒有肉 先給腿的地方 給他們 一個腿 一個腿 一個腿也蠻大的 他們還可以吃兩餐 對啊 一個腿很大 等到他們下來 阿公再上去 噴到他們 他們也會給 你們是故意上去啊 沒有 我們是一個禮拜 一個人去吃兩餐 所以他最主要分給 認識的獵人 是就是說 怕他們沒有捏到東西 對 沒有東西 捏到給他們 他們還在路上 沒有東西 以前要走路一兩天啊 所以你們一直打獵是一個禮拜 我們是一個禮拜啊 很久耶 有放夾子用火 對啊 很久耶 對啊 如果是飛鼠 那也是一個頭嗎 飛鼠不會到大類區 飛鼠在比較近的地方 所以不會碰到人 比較不會碰到人 哦 所以你們是到很深的時候 對啊 飛鼠大部分都是打到半夜 就回來了 就回來了 因為太多次了 不會碰到人 所以不會碰到飛鼠 不會碰到人 你那個打獵的 類區 就是白天要走路回來 對 才會碰到 其他的就是晚上回來 對 就不會碰到人 那大類區白天回來 白天回來 那你們是不是會不會故意 晚上才回來 以前的人沒有那麼力氣 不會像現在的年輕人 不會像現在的年輕人都長 長一點袋子 兩層袋子 不要被人家看到 所以不行啊 那我們回來 阿公 阿公的作法就是那樣 他一回來 那第二天早上 他就叫阿嬤切很多肉 一直煮 煮 煮 然後 早上叫我們用那個 那個碗 每一家像我們隔壁的 就給他裝一些給子分 馬力他們也有分過 裡面也有分過 一回來就馬上分給他 叫你們去分給旁邊的 對 旁邊的 只有住家四周 旁四周 對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呢 我們以前三、六、四 拿來做工的 做什麼 做工 他們喜歡放工錢 我們以前沒有工錢 他們一看到爸爸回來 阿公回來 他說明天有沒有工作要做 明天有沒有工作要做 就是要分 主動分那個肉 什麼 怎麼做不到 就是比如說看到阿公打電 有沒有回來 他們說明天有沒有 要割草 要不要工作要做 因為他們知道會找人來工作 要分肉給他們 就等於肉當成工錢的意思 對 因為以前打獵的人 打獵的人很少 以前為什麼打獵的人 打獵的人 而且以前打獵的人 他們都有分那個 地區是你的 不能到人家的那個 不能到人家的那個 那你們怎麼分那個獵場 我們知道就是 這邊鼓 我們這樣阿公他們是在往 丹丹那邊 一分熟 二分熟 三分熟 不要說我們兩個在一分熟 別人在二分熟 阿公那時候是六分熟 那你們怎麼自己 怎麼劃定說這個是我的 他們很內行啊 從那個山谷這邊 山谷這邊 因為那個是禮物幾早 就有規劃了 規劃說這個是哪一個熟 哪一個熟 那你們自己決定說 那我是哪一個熟 哪一個熟 你是哪一個熟 你不能過來這樣 隨先上就隨先 以前都是誰先 隨先講 現在阿公他們沒有在打 現在人都亂打了 亂打了 亂打了 這現在已經沒有緊張了 沒有沒有緊張了 像以前打獵狗 獵的話 從我們六分熟 追追追追追追 追到五分熟 就不能追了 不能追 要叫狗回來 要叫狗狗的 不能超過人 不能到人家界線 對 要叫回來 以前的人也是看到五分熟 有看到獵物 他們也不會拿 他們把它 掉到樹上面 掉到樹上面 叫你們過來拿 沒有 他們也會過來拿 他們知道這個是六分熟的人 打的 不是 放在上面 怕被別的那個 如果說我打的獵物 打下去 然後它滾滾滾滾 滾到隔壁去 那個 那個是我們可以拿 可以拿嗎 因為它是從這邊滾過去的 從這邊滾下去 除非它趴在五分熟跟六分熟中間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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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那樣子 我們以前吃山肉 我們常常吃山肉 有時候山肉 拿回來 尤其是頭的部分 會有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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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家沒有肝的可以先煮 冤心過的就不會了 就不會那個呢 那個不會有那麼多 為什麼大家會主動來找工作啊 哦 太多工作了 對啊 對 就是什麼 整個村上就市主 不是每個人都會打嗎 一千多不會打啊 沒有裂槍 只有那幾個打淚啊 對啊 不是每個人都會打 像阿公他們一個禮拜回來 我說如果更早前 如果是沒有裂槍 你有沒有用什麼陷阱 就是用陷阱 有陷阱啊 有陷阱 其他人不會用陷阱 其他人也會用 但是如果你 我的這個六分手有用陷阱的話 我們原住民不能只要做一個 那個記號 茅草那個記號 有陷阱 或者是木材 綁起來 那個頭方向是往這邊 不然那個進區危險 還會踩到陷阱 我以為對以前的人 全部人都會打獵 沒有 也不是每個人都有鬥志 就幾個人 現在的人為什麼會常常 打錯人 對 第一個 以前他們阿公要去打類 不喝酒啊 哦 他不喝酒 而且他們有那個類包還是什麼 做太太的不能去噴 哦 像我們做酒的時候 寡嬰的人或者說不能去那邊 會壞掉 哦 他們阿公以前就是這樣 做太太的人只能幫忙 弄什麼什麼鹽啊什麼 帶出去 以外不要噴那個袋子 要不然都不太好 欸 以前他們要去打類 以前 在外面看到烏鴉 就不能去 看到烏鴉不能去 因為烏鴉是不吉利的 不吉利的鳥 我上次去蔡雅族 他們是說什麼 他們要聽什麼 資羹鳥 他說 如果聽那個資羹鳥在叫 有沒有 聽起來很哀怨的 不能去 他說會打不到 聽那個資羹鳥 很開心 很開心 這樣這樣 然後綠袖也好像怎麼忘了 而且一種鳥 聽 牠的聲音就是很愉悅的話 就代表說 就是OK這樣子 歐姆聖舞是看烏鴉 看到烏鴉是不能去 烏鴉 烏鴉跟那個 紅的那個 嘴巴 就是以前 紅嘴 叫紅 就是我們那個 傳說那個去 拿火柴的那個鳥嗎 對對對 看到那個鳥 對 我們看到那個也不能 就是呼吸 就不要出去 以前的人 不要說我今天要打類 聽到隔壁村 有人死掉 我也不死 那個不能出去 隔壁村 隔壁村有人死掉 只要你聽到 或者是 更嚴重的是 村莊有人死 他就不能 更不能出去 對打類的人 忌諱的忌諱 現在的人 剛剛送帳了 就去打類了 就是當天晚上 對啊 所以現在的 年輕人都出事的事 都不按照以前 人類人所講的 那個習慣 習慣啊